李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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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你的和尚老公吧 请问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从没想过 有一天我会对一个和尚 说这种话 陆传 找我一个孩子吧 我先洗啊 一起洗吧 来 给你看个好东西 吃什么呀 光看哪儿够了呀 当你跟荔枝结婚了 就送她归系 到时候整个荔枝就都是我们的 她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 实在不行 到时候我给她吓点叫 那你可要拍下来 到时候我们好行过她呀 你这堂姐可真狠 看看咱俩谁狠一点 轻点 大小姐 你怎么在这里啊 李直 到了 她是不是听见了 真的是李直 快追 别人跑了 是 我刚吃了药 现在好多了 就是有点犯困 有点晕 李小姐 在那边 快追 老是小生日 李小姐 别跑 你是谁啊 这是想做什么 人呢 李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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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李小生不 走 去那边看看 一个着急 惊人啊 都是人日 陆氏出家的小公子一样的 小和尚 跟姐姐走好吗 走 不 小三 还要回庙里 怎么就晕倒了 看着还挺可口的 吗 这是 我的衣服呢 小狼 小丧肉 我来了 阿密陀佛 请问是 小丧 小丧 为什么 会 会 会 帮人在这儿 你说呢 孤狼 帮你共处一室 能做什么事 阿密陀佛 阿密陀佛 哎呀 你别老说 阿密陀佛了 我呢 叫李芝 是你老婆 那 早天刚领了证 不 不可能 不可以 小苏是出家人 怎么可以结婚 我们现在就去离婚 陆辰 虽然你此小就在 佛门中修炼 但你并不是出家人 师父 静明已年满十八 可以接受剃度仪式了 阿弥陀佛 静明 你有沉原未了 尚不能剃度 你自己剃的不算 灵真说不清醒 这结婚证 不算数 刚结婚就离婚 我这汤僧肉 都没尝一口呢 你让姐姐的面子 往哪儿多呀 拿个东西而已 看把你算了 我们要离婚 我们要离婚 昨天刚领了账 今天就离婚 昨天结婚 他就说他今天要出家 是儿子 婚姻不是儿戏 等一个月离婚冷静期过了再来吧 下一位 咱回家呢 别耽误小姐姐 谢谢啊 你别推啊 小姐 小少爷 老爷子很想你 阿弥陀佛 柳叔 小孙 陆老头年纪大 见一次少 四 刘哥对吧 我们跟你一会儿去 既然结婚了 就搬回那住吧 家里 爷爷 我 我被骗婚了 我要离婚 陆老头 你也想抱孙子的对吧 对 你讨访 爷爷 拼个龙凤胎吧 男孩给你们陆家 女孩给我信力 你这 阿弥陀佛 出家人怎么可以 没被开发过的词 就是啊 这个女孩快怎么搞的 我糟了 我糟了 小车 延续我们陆氏的香火 也是你的责任 爷爷 我自小便一心修佛 你知道的 李大小姐 成福挺深呢 竟敢在背地换新郎 不地道啊 那爸 我们先走了 你留不住他的 让个孩子吧 好的 下次再乱跑呀 我就找两个鸡肉男 把你脱光了 扛回来 李小姐 你到底想怎样 想生孩子呀 李小姐 请自重 合法夫妻 那不自重 阿弥陀佛 运气 方刚的运气 别总说阿弥陀佛了 这小子 永不信姐 治不了你 说不定 跟姐姐 Happy玩 弄了吧 你成员就了呢 要上钢了 喂 接着我 不舒服 走 嗨 这么冷 要不姐姐帮你暖被窝呀 学长 你可以教我生物吗 李小姐 你有玩没玩 这么多款就没一个喜欢的 喂 你有没有礼貌啊 你知不知道 我本小子 换衣服也很累的 信不信 我跟你信 进来 喜欢这套呀 果然 所有的小男生 都喜欢小女生啊 喂 喂 你还有这种癖好呢 玩得挺花啊 这些 你放 舅舅我舅舅我 我已经听了整个晚上的佛青了 实在不行 赶给他下药吧 我有货 今晚你就能用到 干嘛 小和尚 只在给你带来好喝的 这小和尚 李总 大丁到了 陆家小少爷 魂了寺庙 小和尚 我看你还能王门 师兄 师父让我来和您一起扫地 你是新来的小僧 是的 为什么要戴着口罩 有点感冒了 这边已经扫完了 你回去吧 既然感冒了 就好好休息 我还是一起等师兄吧 师父让我跟师兄 住一个县房 好 师兄 来 以水带酒 好 干杯 这不是水 是酒 咋 你吃 酒 时候不早 我还是早点休息了 阿弥陀佛 我就不打自账 师父 你给我解释 我结婚状都大了 这句大事 你一定要给我主持公道呀 师父 扎稳一点 帮布都抓不稳 还怎么生孩子呀 阿弥陀佛 又脸红了 你说你怎么那么喜欢脸红 手别动 小身扎稳 李小姐 你 你脚妹有只蚜蚣 你 在哪里 别吓我 下来 不 我要清清 阿弥陀佛 李小姐 请自重 是你别动 你在受法 这之大师说了 动一下 加法一个小时 另条件 才科普一点点 需要这么夸张吗 凡是不能看表面 以我多年的经验 还有可能是脑震荡 你还有一数经验 看小说的经验 神灾 阿弥陀佛 你犯戒 我没有骂出来 你犯的是色戒 你一直盯着我看 我打作用尊心 不要看美女 硬的不知之处 等从今天开始 改变错误 成为娇妻 我帮你吧 怎么这么像住持最喜欢的那颗 你就这么扫的 我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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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故意的 就算我求你帮帮我 你能不能不要再帮我了 交起点礼师班 还得是霸王印上公 礼师储 师傅嘱咐过你 不要过来我们那宿 你已经犯规了 我已经听你师傅的话了 穿上宿服 砸上头发了 乐意进来了 再说了 你吃瞻念佛这么多年 就不寂寞吗 丽小姐 你不要一而再再而三地 侮辱佛门重定啊 本小姐命令你 令你套花俗 和我生小孩 好烦呀 究竟怎样可以拿下小和尚呢 景明真是倒霉 这都能被讹上 连大妈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你们在说什么 阿弥陀佛 有人爬上供父难住 差些惹了大祸 姓明救了他 却被孩子牵妈责备 说是弄伤了孩子 你们这群秃瓢 这么小的孩子都欺负 还吃瞻念佛又庇佑啊 怕还小 孩子你多大 八岁 又一百五十个月 那都得二十多岁了 还能叫小孩子吗 我们乐意 你管得着吗 施主 话不能这么说 要不是你爬上桌要吃供品 景明怕你两百来斤的小身板压坏桌子 也不会叫住你 要不是他乱叫 我们家孩子会被吓到摔下来受伤吗 那我们景明为了救人 手也被拉伤了呀 他还不是怕我们家孩子 把庙里的馒头吃完 你慢点吃啊 吃完了 妈再给你拿 我告诉你们 我孩子后续钥匙查出有什么问题 你们继续也跑不了 我别顺便 一看就是一点坏钱呀 不能清净体 大妈的嘴边能不能放干净着 关你什么屁事 你这个疯女人 放手啊 原本我还想拿你们三五馒头就算了 现在不赔我个三五千 我妈这不走 这不关你的事 你别插手了 老公有事 老婆不能不管 额钱额道菩萨这儿了 大妈 你当着小孩的面 可真是好教育 我还以为是多小的熊孩子 怎么看着比我还老啊 出家人能结婚 还一起住在庙里 这里到底是寺庙还是尹铺 不甘不计的 阿弥陀佛 老师主 你骂小曾一个就好了 不要骂庙里其他师兄弟 小曾尚未正式出家 这位也是 骂你怎么了 不能骂你妈 什么不三不四的玩意儿 当和尚 咄咄咄咄 到这里来了 我告诉你们 不给钱 别想了事 对 喂 儿子 咋了 妈跟你弟弟在庙里 正在跟人吵架呢 一会儿就回去 好 你今晚加班是吧 那晚点 妈再送汤 到周时给你 还好 我大儿子工作忙 今天没跟过来 不然 高地剥掉你们藏皮 大妈 你大儿子是在周氏上班吗 对啊 怎么了 我告诉你 我哥可是周氏集团生产一部的副部长 额罪了我姓彭的 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诗像的 快把削迁拿出来 看在佛祖面子上 我还能打人不计小人过 饶了你们 现在饶不饶 不是看佛祖面子 而是看我的面子 要不还是算了吧 你守不住了 这种人 你不给点教训 他以后还会到处惹是生非 你是和尚 不是圣母 你自己喜欢被人欺负我不理 但别人要想欺负我老公 没门 小胡 周氏是不是有个项目 要跟我们合作 是的 立总 是周氏集团的老总 亲自过来谈的 但您说过暂时不想开展其他的业务 所以搁置了 告诉他们 我改变主意了 项目正常进行 但我有个条件 他们生产部有个副部长姓彭 我不喜欢 如果想继续合作的话 就把他开了 至于那个被开的人问起来 为什么 就让他去找他妈要答案 照模作样的伴和尚还不够 又来个伴老板 你要是老板 那我就是王母娘娘 王母娘娘接电话了 喂 妈 你又在外面惹什么祸了 因为你 我被公司炒了 怎么会被炒了 炒 怎么就炒了 你不是说你们公司的人对你一直很好吗 你还敢说 他们让我来问你 说你在外面得罪人了 现在公司不敢留我 你得罪了什么人呢 得罪人 别走 这不是王母娘娘吗 拦着我做什么呀 是你 让公司的人把我儿子炒鱿鱼的吗 怎么 你儿子在电话里说的还不够清楚啊 你 你赶紧叫他们不准炒掉我儿子 要不然我跟你没完 威胁我 我倒想看看 你能把我怎么样 李总 事情已经办妥 周氏的人问您 是江姓鹏的赶出周氏集团就好 还是全行业内封杀他 我考虑考虑吧 领导 是我有眼无助 我有眼不识泰山 我刚刚说的那些 你千万别往心里去 说了哪些啊 是说我们不甘不计 还是说要扒了我们 你皮 让我们吃不了兜着草 你倒 我错了 我不敢挤着这油头 上河死里一把 你男人不计小人口 我们全家老小 就他儿子有工作 全家都指着周氏养活 你千万不要改掉我儿子呀 你干道歉的人 不是我 而是那些你骂的人 大师 几位大师 是我错了 我佛慈悲 你原谅我这回吧 阿弥陀佛 知错永远 善宰善宰 祖宰子 你还不快死过了 你要是不警戒 我立刻教训他 我现在就教训他 给你们赔罪 差不多可以了 原谅他们吧 不要再追究了 好吧 看在这位大师的份上 我就原谅你们 不过 寺庙里你们弄坏的东西 你是不是天点香油浅 聊表心意 我离开脚 善宰善宰 怎么样 小和尚 对我这样子处理 你们儿一吗 谢谢 你说什么 立小姐 米陀佛 这是米陀佛 明明是摔倒 为什么是手受伤 你还说吗 要不是你突然松手 我怎么会成 小和尚 你至于包成这样吗 我还怎么吃饭啊 我还有另外一只吗 知道了 我有点事啊 这两天得回去一趟 你在这里乖乖的 我巴不得你现在就走 做我老公就这么委屈你啊 我是出家人 陆辰 你是陆氏集团的继承人之一 你知道你哥哥是癌症默契的吧 又如何 世间万物皆有定数 陆氏怎样 与我何干 何况 若是陆氏注定走向没落 我也改变不了什么 李小姐 我真心建议你 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我身上 早日签线离婚协议 你还有时间跟我哥结婚 早日完成你们的生孩子任务 你就那么讨厌我 谈不上 只是我一心修佛 希望你 不要处处阻碍 你修不成了 你沉原未灵 你得去红尘世俗走一遭 得尝尝爱恨称痴 得历尔弹 阿弥陀佛 我知道 你们有你们的不得已 但你们的妥协是你们的事 我只有一个要求 不要拖我下水 8088这个项目怎么会到秦氏手里 而且秦氏标价就比我们低一千块钱 怎么会这么巧合 李总 涉及这个项目的相关人员 我都已经调查过了 项目部经理 有极大的嫌疑 有证据吗 给 李总 这件事情 我全权负责交给你 我要它在A时消失 是 你的身体报告出来了 没有问题 不过 你真的决定好了 要和小和尚离婚 嫁给陆静 当那大嫂 你觉得呢 我都来检查身体了 做试管很不容易的 你真的决定好了 陆静已经停要一段时间了 她的身体应该撑不住的 既然陆成那边走不通 那试管就得尽快做 他来这儿做什么 是身体不适吗 试管婴儿 先生 现在可以去做 骨髓抽取血样了 好的 谢谢 她难道是要跟陆静 做试管婴儿 阿弥陀佛 施主自重 我已经算自重了 我本来呢 还想给你一个法式相吻的 那个 你昨天在医院 建明快 师叔共摔了 丽小姐 难道他走了 师兄 请问你有没有看到过丽施主 他下午来了又走了 走了 他有没有留下什么话 没有 小师傅心神不宁啊 阿弥陀佛 陆施主 有何事 听说丽支出事了 丽支连丢两个大象 丽支现在是内忧外患 脚头烂鹅 他向来是配不上我们陆家的 小辰 如果你愿意 如果你愿意回家继承陆施 我能够让他跟你离婚 陆施主是个精灵人 每一步算计 都在您掌握之中 没人 能算得过你 恭喜千总拿下巴林巴林的少爷 从以后多多关注 想跟你吃那种巴林 还是嫩了点的 抱歉 我来晚了 来晚了 罚酒三杯 这是规矩 没错 丽大小姐不会不给哥哥们面子 这么大的脸 出门都不带镜子 照着自己的那副资荣荣 在哥哥呢 你可以饭都被吐出来了 秦总 我今日是来谈合作的 他们也都跟你一样 都是来跟我谈合作的 但是无论怎么谈合作 都得讲诚信 讲规矩 他们都带了诚意 你呢 那我自发散杯 红酒哪有诚意 得喝白酒才行 对 喝白酒 现在可以接着他合作了吧 秦总 早听说丽大小姐酒量好 今日总算领教了 但是三杯是他们的规矩 我的规矩是 异形 不远 来瓶白酒来 想谈合作的话 要么就跟他们一样 穿着让我高兴的衣服 往我旁边一醉 要么就把这个酒干了 秦总 真的是一点也不怜向西域了 我也想怜惜 可惜 丽大小姐 瞧不上啊 照做的话 秦总是不是就愿意放弃 巴琳巴巴笑 我是个生意人 最讲信誉 答应了 就不会反悔 我干你啊 就别逞强了 难道秦总给你一个选择的机会 你还是乖乖 浑身 睡眼的衣服 坐过来吧 那可不行 他坐过来了 让我坐哪 就你和他 选一个 坐秦总腿上去呗 别说我不厚荡 这个酒 你要是实在喝不下去 你就从这扑下去 我看红大量 就当你喝完了 秦总 你这是诚心要看我出囚了 这又怎样 恐怕没这个机会 我疯了 你干什么 走滑了 阿弥陀佛 罪过罪过 怎么臭和尚 这里就不是和尚应该来的地方 现在的和尚都这么嚣张吗 完全不把我们秦总放在眼中 简直不知道千高地厚 这 真是我佛慈悲 我们走 等一下 想走 没那么容易 秦总 刚才很抱歉 说我老公不对 这真的太搞笑了 利总竟然嫁了一个和尚 现在和尚也能领证结婚吗 难道你们晚上 要在床上一起打作诵经吗 愿找个和尚都不愿意接受我 秦总你没事吧 好疼的样子 我们走 秦总你没事吧 去把人抓回来 去把人抓回来 你那一脚下去 他该要废了 阿弥陀佛 那是他胡盖 放心 姐姐会对你很温柔的 你跟温柔二字 毫无关系 下次别去这种饭局了 危险 你在担心我呀 我听说 力士集团有麻烦 今晚是不是被我搞砸了 是搞砸了呀 抱歉 我 也不是那么糟糕 感觉还挺爽的 你是说那一脚吗 但说真的 他不会轻易放过你的 小和尚还会关心姐姐了 谁关心你了 你口是心非的样子 还蛮可爱的 让我怀个孩子 阿弥陀佛 我是你老婆 合法的 哇 父婆抱养小和尚 没听说过 你都和别人做试管婴儿了 你怎么知道 你跟踪我调查我 没有 我偶然捡到你的病历本 你是不是真的要去做 跟陆静 你作为我老公 却不履行夫妻义务 那我就只能找你哥了 阿弥陀佛 行了 我不会强迫你的 我不是故意的 司机师傅 你怎么开的车 对不起 香港哥发作 小和尚 要知咱们吗 你 静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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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近有点奇怪啊 是不是不舒服啊 该死 我到底在做什么 阿弥陀佛 最近的确有点休息不够 有些不适 啊 时候不早了 师兄请回吧 太丢人了 我刚刚一定是中邪了 不行 我要送请一百遍 请请砸你 小和尚 陆臣 要知咱们吗 阿弥陀佛 在微博上造谣 力士的模特T仔 现在已经签微到了 秦氏旗下 并且 秦氏的法务部 刚刚已经代表T仔 给我们出了律师函 秦上妍这个狗东西 李总 听说秦上妍放了话出来 如果你愿意 当她一个月的 玩具 并且无偿转让 百分之十的 力士补权 她就放弃 8088项目 她给我当玩具 我都嫌赃 8088项 就算已经在她肚子里 我也要让她吐出来 李大小姐 秦氏翻大礼包可还喜欢吗 因此秦总 可以准备这个 喜欢就好 我等待你向我低头的那一天 秦总怕是没有这个机会了 我这个人嘛 没那么喜欢变态 可谓比较寡淡 像小和尚就正合我胃口 李总 公司宣传部来了个和尚 非要应聘摩托一只 好像就是与你领证的 那位陆家小少爷 一个荔枝这都够可怕了 怎么他公司的人更可怕 阿弥陀佛 女施主们 心自重 不要再动手动脚了 哟 你还害羞了 你们在寺庙里 是不是没有见过女人呀 小和尚 你说我们这么多女人 离谁在变了 我们的世界太可怕了 有没有人可以来救救我啊 你们被吓着他了 你哥哥像盘斯洞的蜘蛛精似的 说得好像你不像是 李芝 你快说了 小哥哥 奶奶奶刚刚没有站稳 你为什么不扶着人家吗 甘斯洞 这女人又发僧了 阿弥陀佛 施主 男女授受不亲 有什么不能亲的 来亲吗 你们出家人 不是应该慈悲为怀吗 我要站稳想走来呀 罪过 罪过 施主亲自重 小僧 小僧可是有老婆吗 和尚 怎么会有老婆 就是说啊 你该不会是怕我们吃了你 所以故意这么说的吧 你就算故意这么说 我们就不会吃了你吗 都是君友 小和尚 出家人不打狂语 你怎能撒谎呢 如果和尚能娶老婆 那我们是不是就没有生生不亲了 我是不是可以亲你呀 可以亲你呀 老婆 刚刚我说了啥 应该没说出什么 有什么吗 介绍一下 这是我老公 你的堂妹夫 我的老公 只能我来挑戏 阿弥陀佛 小僧说过了 小僧是有老婆的 开什么玩笑 我的好堂妹 你意思是说 你加了一个和尚 放着有语不要 你就挑了这么一个欢和尚 欢和尚 你便也抢着要 至于有语那种老鸡 就留给你 好好的和尚步刀 跑来应聘模特 就缺钱 堂堂陆家小少爷还不缺钱 我不花陆家的钱 你天天待在寺庙里 根本就没有需要用钱 到底要不要我的 今天我是摄影师 李总 您还有个会议要开 真是不巧 好想当个昏悠无道的证 阿弥陀佛 小微少 要保护好自己 防防那些蜘蛛精 应该要防的人 是你才对吧 啊 宝珠 阿弥陀佛 逢东仔 哦 给我来 哦 哇哇哇哇哇哇 不得了不得了啊 你看你看 拍的你平步多好 你的头多远 哇 亮子 你这哩丝到阿弥陀 啊 哎 不得了不得了 情徒无量 情徒无量啊 好 有空请你喝茶 拜拜 拜拜 夏哥哥 阿弥陀佛 他有点晕 弄死人家了 又难 你怎么都不服人家嘛 阿弥陀佛 施主 你没事 我就先走了 气死我了 小和尚 给我等着瞧 这水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你这是要去哪 餐室那边有个项目 托了点紧急情况 我得去处理一下 要不要我陪你去一趟 舍不得我呀 想天天粘着我 才没有 我只是刚好觉得 灿室也是一个可以走走看看的城市而已 小和尚 出江人可不打妄语哦 阿弥陀佛 要是你不想回寺庙的话 就先在我公寓住下 大门密码是你的生日 走了 秦上妍 立志为什么会有秦上妍的行程表 难道 想谈合作的话 穿着让我高兴的衣服 往我旁边一坐 燕燕 立志他去找钱上妍做什么 请钱的放了花 要你老婆当一个月的情人 什么情况 尽贼啊 我搜 我只要股钱转让书 臭丫头 敢骗我签下转让书是吧 拿回来 我把你扒光了 卖给秦少 嘿嘿 看来 应该是立志的堂兄 想扒我老婆的皮 卖给那个人渣 不过我们 阿弥陀佛 无佛慈悲 当我没练过是吗 我帅气的脸 我成家不了学妹了 阿弥陀佛 以后离我老婆远一点 别脏了她的眼 阿弥陀佛 以后离我老婆远一点 别脏了她的眼 李小姐 家里没出什么事吧 我看有段时间 怎么监控是黑的呀 没事 只是家里进了几只老鼠而已 已经被我进给干净了 老鼠 李总 查到了 是立风前进了您的家里 回来了 姐姐 手感真不错 好想再亲一口 主人 唐僧肉洗干净了 可以用餐了 李小姐 你清醒一点吧 我建议你啊 多听听心惊 洗滴一下你那污秽的脑子 整天想这些 脑子会坏着 还不是挂你 色诱我 我只是 刚才不小心弄脏了衣服 才脱的 赶紧洗手 吃饭了 好想吃唐僧肉呀 好 必须乘胜追击 半个月内 我必须把8088项目夺回来 看你有黑眼圈 出差两天应该没休息好吧 喝了这热牛奶 早点睡觉吧 越来越会疼老婆了呀 我说了 早点休息 那你要不要陪我睡吗 你再这样 我就出去了 等等嘛 上个月呢 你怕海报火了 带动了那一款新衣服的销量 说吧 要姐姐怎么奖励你 不用了 我有拿报车的 要的 这额外的奖励 必须得有 别紧张 跟上次的味道不一样 阿弥陀佛 我在想什么呀 这款醉果 要不然你喜欢主动呀 我不反感主动的男人 阿弥陀佛 不好意思啊 刚刚那瓶牛奶把我喝醉了 你 你根本没喝 好吧 那我没醉 我就是想抱抱你 亲戚你 想睡你 可以吗 那是你不行 还是我不行 喂 你说清楚 哇 我有点话呢 老本师你把嘴巴牵了呀 哎呀 有些念 有些念 金树 找金树之言 在这里 小朋友在外面遇到非礼的时候 要告诉家里的大人 师父 我这次好像又破戒了 这次是四戒 妈妈 你这么快就失身了 弥陀佛 真的被禁运了 师父 利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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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着你的丈夫 先凌辱你的唐姐 只是师父主持 你的唐姐把监控视频 放出来为重点 对此你有什么要回应的 利总 虽然你们是爆发户起家 但是嫁给一个和尚 太不靠谱了吧 对呀 男人怎么能结婚呢 利总 麻烦你回应一下 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我老公快 宝贝 你为了维护你的教授 让我自己 让他找你 利总 你这出手也太重了吧 对呀 对自己的家里人 出手这么狠 又是和尚 又是颜色势力 利总 你的圈子挺复杂的呀 你到底在搞错 宝贝 宝贝 你什么意思呢 明明是你老公教我 教我 你怎么听到是分黑白呢 过得人类是有限度的 大家可以去微博看看 我说的都是千真万确 只可惜了 旁天佛林若贵 刚好是金库随着 让我一定发生了 让大家看清楚 这个亲手的真面目 利总 你怎么回应 我非常欣赏 大家探索真相的精神 既然这样 为了打消大家的疑虑 不如去我们律师做一下 我给各位 好好地交代教练 如何 给小胡说一下 安排在会议室 就说我要召开紧急记者会 关于莉莉小姐 指控是我老公 欺辱她这件事 我看了她提供的监控视频 也确实 有人说 看到他们一起 在化妆间 莉莉小姐当时看起来 也确实像是受了凌辱 小胡 我们在最短的时间 调取相关的监控视频 但确实没查到 相关的画面 不过 恰巧有员工 拍下了莉莉小姐 受辱的全过程 麻烦大家先看一下 莉莉小姐 莉莉小姐 请解释一下 你为什么要污蔑利总的老公 莉莉小姐这般刺到刺眼 已经构成诽谤罪了吧 没错 莉莉小姐确实犯了侮辱罪 诽谤罪 另外 莉莉小姐说我欧倒 但 你干嘛了 看 莉莉小姐的伤已经被吸 哇 那鼻子是假的呀 莉莉小姐 好会装呀 莉莉小姐的手法 真是溜 你不开班 客气了 我父母从小就教导我 遇到了麻烦的事情 要找警察叔叔 因此 我已经采取了相关的合法维权手段 莉莉小姐 你涉嫌侮辱罪 诽谤罪 请你配合我们的调查 跟我们走一下 姐姐 你不是回寺里了吗 阿弥陀佛 胡助理说 你出事了 你还好吧 哦 我还有件事 准确来说 是你出事了 我呢 刚刚救了你 所以 你欠我一个人情 啊 莉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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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你的和尚老公吗 请问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这位和尚先生 请问你是为了莉总 为爱还俗的吗 阿弥陀佛 不好意思 我老公比较害羞 你们就别为难他了 莉总 这和尚都能结婚 你要不要给大家一个交代 就是就是 都要给个交代吗 不是 你谁啊 你们又是什么身份 给你们脸了是吧 我们的事 为什么要向你们交代 阿弥陀佛 小僧尚未正式剃度输家 我们走 这和尚还挺怜怜的嘛 进 小侄啊 咱们 在忙呢 叔叔是有事吗 是这样的 上次你不是批了新港城的项目吗 我和丽峰拉倒了投资 今天晚上 有个饭局 就想着 拉上一块去 莉莉莉的事儿 莉莉的事儿确实是她做的不对 你放心 叔叔不是来给她求情的 求情也没用 叔叔你是知道我脾气的 小虎 我今晚有安排吗 没有的 莉总 那行 叔叔 你到时候把地址发给我就行 好好好 我回头发给你啊 那我先走了 你好了 大事儿见了 莉总 晚上这饭局 大概率是鸿门宴 自信点 把大多数去掉 这摆明了就是鸿门宴 不过 我倒想看看 她究竟想搞什么鬼 这摆明了就是鸿门宴 不过 我倒想看看 她究竟想搞什么鬼 莉莉总 我这边没办法赶到 自己小心一年 好 我能应付的 我需要叫陆少爷过去吗 别 这种场合 就别吓到她这个小和尚了 我的好姐姐 可算等到你了 手再不规矩 我就不给你留了 小植啊 你不来 我们这些人可不敢开动啊 来 我介绍一下 这位是李总 这位是吴总 这位啊 是我们力士集团的力总 我侄女 李总真是年轻有为啊 两位好 难不成真是正经犯局 放心 咱们的合作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来来来 共同干一杯吧 李总 喝茶就没意思了吧 我敬你一杯 李总不胜酒励 还是由我代劳吧 这位父子搞什么鬼 若然转心一次 一定有章 服务员 可以上甜点了 这什么意思 这 这是怎么一回事 这 谁派你来的 不安 让我猜测 酒店楼上还有谁 李总 吴总 不好意思 我还有点家事要处理 就不耽误你们了 好的 立志 我老公来了呀 阿弥陀佛 这怎么跟想象的不大一样 老公 你别怕 转过身去 姐姐绝对不会让你见一滴血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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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求我 不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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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我佛慈悲 不敢了 家伙 现在可以走了吧 还没呢 少要喝成这样 阿弥陀佛 最高 最高 我佛慈悲 后原谅你了 这件事情就拜托你了 放心吧 我们主人会出手 这件事情肯定没问题的 手术成功 我就能成功 拉到上官家的投资了 到时候 力士集团就有机会翻盘 其实 你为什么不找陆家投资 陆老头是不会做亏本生意的 我有事先走了 喂 不是要请我喝奶茶吗 干嘛闷闷不乐的 骨髓匹配不到 看来你这个小和尚 也并不是断情局来 六根清静吗 阿弥陀佛 这叫出家人慈悲为怀 行吧 你说慈悲就慈悲吧 那慈悲为怀的出家人 你应该知道 平常心吧 这件事情呢 你已经积极过 努力过 那就顺其自然吧 嗯 你们出家人不就喜欢讲阴谷吗 那无论是什么样的结果 都是他的阴谷 你还挺有回根的 挺适合当出家人的 你们寺庙隔壁又没有尼谷安安 不然我一定舍命赔金子 不过我家里可以 你要不要来玩角色扮演 我扮尼谷还挺俏的 阿弥陀佛 罪过罪过 放着漂亮老婆碰也不碰 那才是罪过 哼 老婆 老婆都要跟别人做试管婴儿了 小和尚 你吃醋了 阿弥陀佛 小僧没有 别胡说 明明就有 明明就有 阿弥陀佛 小僧没有 你 明明就有 小和尚 你动烦心了 阿弥陀佛 小僧没有 你 你别胡说了 你 你是不是确定要跟陆进 做试管婴儿了 我现在可是你的老婆 可没办法做试管婴儿呢 不然 孩子出生了 怎么称呼你啊 你 离婚协议 没有签名吗 准备签了 很着急吗 要不回去签了给你 月 不是很紧 我要回寺庙一趟 那你还回家吗 李芝 李芝 你怎么了 你所拨打的 肉货已关机 请烧快来 李芝 李芝 这里是 醒了 秦总 你这招呼人的方式 还真的是很特别 抱歉 底下的人脑子不大灵活 让他们请你过来 没想到那么粗暴 我已经把他们 扔海里 真能处理 忽然的话还能叹醒 秦总请我过来 是做什么 我有笔生意想跟你谈 关于陆姓 听起来不像是 什么正经生意 我相信你会有兴趣的 我相信你会有兴趣的 说说看 我查到陆姓患上了癌症 还是默契 还查到陆国华 找你谈过 还希望你跟陆进结婚 尽快通过试管婴儿 为陆家生下一个孩子 所以呢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放弃这宗合作 而选择跟一个和尚结婚 我希望你 再考虑考虑 重新接受陆家的条件 我已经结婚了 现在外界知道你结婚的并不多 我可以帮你离婚 还能让你从离婚恢复成未婚 秦总想要什么 我就喜欢跟聪明王说话 到时候陆建一死 陆狗华那个老东西 也活够了 陆氏集团的股份 你三五七 怎么样 秦总 您还真的是很精明 我费尽生个试管婴儿 也就三成 有了我的支持 再加上陆氏的三成 立氏就算是死透了的咸鱼 也足够翻身了 不好了秦总 有个和尚闯进来了 弄死他 该不会是小和尚吧 不会的 小和尚应该找不到这路 李芝 胃口不要太大 有些东西不是你能够吃得下的 有些东西吃不下我也要吃 但有些东西 就算送到我嘴边 我也不屑尝一口 就比如秦总你的东西 李芝 你在哪儿 真是陆臣 李芝 小和尚 阿弥陀佛 你没事就好 陆臣 陆臣 你不用这么看我 我是来找你谈生意的 是他不分青红皂白闯入我这儿 我的人属于自卫还击 我要是告他私闯民宅 还得进去关几天 到时候丽大小姐 可得帮我做人证 秦总 你是想非法拘救我 我可是正当商人 怎么会做这种事 但是他说来就来 现在想走 总得留下点精力 你想要什么 李大小姐 又繁重 我想我帮你分担一下 听说你们公司 有两块地皮准备开发 刚好我的人呢 也闲着没事干 我们帮你 算二十个亿个女子 那两块地皮 实质就超过六十 你做梦 那这样的话 我的人就又闲着没事忙了 总得给他们找点事做 你慢慢考虑 但是你身边这个小和尚 要是就医就晚了 提前见了佛祖 可不管我的事 好 我答应你 李大小姐果然爽快 来 快帮李大小姐 把这位朋友送去医院 你们别碰他 快给李大小姐让路 万一人叫个三长两短 赖上我们 咱可担不起 秦少爷 这事我跟你没反 随我上 李大小姐 所做的事好好考虑考虑 哎 哈哈哈哈 小和尚 你醒了 你押了我一整晚 能不醒了 阿弥陀佛 还阿弥陀佛呢 你这醒来也不知道 问我有没有事 不过 你没事才真的是阿弥陀佛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不过 你在寺庙练功可能偷懒了吧 我是出来了之后 才顾不上量功的 毕竟 每天都得防狼 什么 什么狼 女色狼 你千万 我要秦少爷的一条腿 另外 外面流传秦少爷的公司 涉及灰产跟财务问题 无论花多少钱 找出来了 医生 我可以出院了吗 你这个情况 最好再多观察观察 你干嘛那么着急出院啊 马上失误了 私立会有很多新男性女来参拜 伤香祈福 我得回去帮忙 私立的事情 你就少操心了 你现在伤都没了 回去能干嘛 阿弥陀佛 医生 我现在就要出院 我怕天一黑 我便清白难保 你为什么还不走啊 作为一个温柔可爱的妻子 肯定要留下来照顾你啊 阿弥陀佛 大可不必 要的要的 你在这里 我害怕 别那么胆小嘛 你不用动 我来动 阿弥陀佛 丽丽小姐 无冲动 你别那么紧张嘛 我只是想喂你药而已 阿弥陀佛 喂药就喂药 你干嘛说什么 你别动我来动 小和尚 你动习心了 我 哎呀 好 我 好痒 他怎么那么小 阿弥陀佛 最过最过 醒醒阿丽小姐 你再不行 我又要破戒了 阿弥陀佛 我明天就出院回寺庙 分别太危险了 没想到车子居然画在半路 还爬了那么多路 阿弥陀佛 辛苦是者了 要是觉得姐姐辛苦的话 不如留姐姐住下来过夜吧 丽小姐很熟悉寺内 也知道自己房间在哪 小僧受伤不便 就不打扰施主 你真的很无奇远 真的不能留我下来吗 阿弥陀佛 这还真的不行了 师兄和方丈会随时过来的 你说什么 你说大点声我听不到 我是说 菩萨会看见的 哎呀 你还是赶紧走吧 阿弥陀佛 赶紧 赶紧 宋子观音之道 不是更好 换你解的 李师主 你再这样的话 我就要叫人了 你叫呀 你叫破喉咙 也没人来叫 静云回来了 阿弥陀佛 罪过 罪过呀 师父 你别走 救我 小和尚 你一定别跑不掉 姐姐 我的呢 谁是你姐姐 我要力 你昨晚拿木针砸我脑袋的狠劲呢 昨晚我只是采取了适当的自卫手段 现在整个寺庙都知道 你屋里进了个女色狼 她被撒脑袋了 阿弥陀佛 施主莫生气 生气 使人变得愚蠢 三十九度 我真的发烧了 姐姐 你冷吗 要不要抱抱 你干嘛 跟我烧刚好又烧起来了 阿弥陀佛 姐姐 我嘴巴有点痒痒的 你能不能用你的嘴巴帮我拿呢 小和尚 你在说什么胡话呢 糟了糟了 你这一天竟说胡话 该不会是发烧烧化脑子吧 姐姐 我只是想亲亲抱抱 真烧烧烧脑子了 那生孩子去 嗯 现在不可以 那晚上可以啊 真的不可以 好吧 脑子没烧烧 这里不可以 回家 应该 或许 大概 回应 小和尚 你被多射了 没有 静明 师叔公又又又摔倒了 没血了 所以 是真的 气死我了 这师叔公早不摔忘不摔 为什么偏偏这个时候摔 真的憋死我了 我 气死我了 我伤好了 但是轮到你受伤了 都怪你师叔公 我好想给他切草莓吃 结果切到手指头 阿弥陀佛 你睡手滑一下 包这么夸张干嘛 你是上辈子得罪过草莓吧 我是上辈子得罪了 你们和尚庙吧 好不容易等到你师叔公伤好了 结果倒好 我自己受伤 我的生子大气 不急 我该吃药了 你问我 陆辰哥哥 陆辰哥哥 简安好想你哦 阿弥陀佛 师主 佛门清静之地 请自重 怎样 我做得不错吧 陆辰哥哥 你忘记简儿了吗 咱们才八年没见呀 阿弥陀佛 小僧 记得师主 简儿就知道 陆辰哥哥一定不会忘记简儿的 这么多年 简儿也一直很想念陆辰哥哥 也一直等着陆辰哥哥放弃修佛 如今所算是等到了呢 师主 请自重 陆辰哥哥以前都叫姐妹妹的呀 怎么现在那么生疏了 哟 叫姐妹妹这么亲密呢 我错了 那会儿 我这是个孩子 年少不懂事啊 我听爷爷说 陆辰哥哥是要回去继承陆氏的 照理来说 你现在应该在陆家大宅子里 怎么还会在这破庙里啊 阿弥陀佛 这是我长大的地方 不叫破庙 请师主 心存尊重 这是你的小青梅呀 不算 怎么不算呢 咱们可是世交呀 从小一起长大的 要不是当年陆辰哥哥非要蹲入封门 我们早就殿下婚约了 哦 哎呀 事交事贞 不过 我跟简师主也只是 二十玩伴而已 也总共见过也不着五次啊 陆辰哥哥记得好清楚呢 是呀 好清楚呀 怎么可能记不清楚吗 每次见到他 我都要倒大霉 姐姐 他克我 陆辰哥哥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我呢 你明明很喜欢很照顾我的 我等你这么多年 你该不会 喜欢他吧 你是说孩子吗 这么大人了 还有人 陆辰哥哥 你看看 我看到了呀 很可爱呀 哎呦 刚刚没有到是吧 哎呀 那个简师主 来来 再把手指伸过来 咬一遍呗 陆辰哥哥 阿弥陆达佛 小僧名号敬名 陆辰哥哥 哎 关于你叔叔一家的犯罪证据 都在我这 只要你给我三千万 这优盘就是你的了 三千万倒是不贵 我信得过你 谢谢 但是我信不过你了 不知道丽大小姐什么意思 这个位置地处偏僻 顾客也少 你并不是害怕被发现出卖利益一家 而是方便对我下手 把我带走 你在杯中下药 我喝完 药效发自 你不就可以为所愿为了 对 我 我没有 你们有证据的 你不要乱说 它不就是证据吗 我真的有证据呢 你不要 你不要把别人的智商当成跟你一样好 处理干净 你们干什么 别碰我 阿弥陀佛 我佛慈悲 打坐能不能就不要给我打视频了 你又不说话 你就光让我看你坐着 喂 李总 我工作了 李总 秦总取了一只甲 知道啊 我买的 还挺便宜的 不是李总 你 你怎么那么彪悍 不是进住者赤吗 跟着陆家小少爷 怎么还那么暴力 我听到的 啊 李总 我错了 阿弥陀佛 李总 还有两件事 咱们的则公司出事了 整个研发部门一起辞职 另外 上官家的投资也撤走了 秦氏的手笔 应该是 看来 秦尚言已经知道 他那只便宜的右脚 是我买的 接好我准备的大礼吧 李智 我这两天有事 就不去司礼了 你不想我吗 想啊 那不如 我下山去找你吧 就你那身子骨 别下山 我这身子骨怎么了 不是你一直缠着 让我跟你生孩子的吗 那你这下山 是为了生孩子的事 喂 小合照你别给我抓王洛卡 我都看到你后面的香在飘 姐姐 你又调皮了 阿弥陀佛 你 你 路晨哥哥 姐儿来找你 你不开心吗 不合适 为什么 哥哥不喜欢家 施主 请自重 照片都拍到了吧 是小姐 都拍到了 小晨 我回来了 你要回来一趟吗 好 路晨哥哥 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在等你啊 靳哥哥回来了吗 走了 靳哥哥在等我们呢 路晨哥哥 许久没见 简儿还是那么活泼可爱 靳哥哥也还是那么帅 小晨 我们也很久没见了 阿弥陀佛 不算很久 去年我生日 在寺里见过 现在是见一次少一次了 也不知道能见几次 他要是真关心你的话 就不会跑去当和尚了 可可可 可可没有 如果可以 希望你也不用帮忙录事 可可对不起你 搞什么东西 搞事情是吗 说 温宜解入的资料 已经发给你了 好 没想到这小丫头 年纪轻轻的 也会霸凌你 这不是情上言吗 有点意思 阿弥陀佛 要我帮他 也不是不可以 但你得先跟他临婚 跟简儿成婚 您最开始看上的不是他吗 你哥时日无多 要做事管婴儿 先前他的确是最合适的人选 但他先跟你领证结婚了 可你之前 不也同意了 之前没有更好的选择 我也就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现在有了更合适的 我自然要纠错 小辰啊 商业世界 讲究的是强强联合 而我们陆家和简家 强 其实 更重要的是 你只是不喜欢 不受控制的罢 小姐 丽职 丽总 他 丽职 太卑鄙恶心了 雪人在背后告我 你可别乱说 那些黑料都是知情人士爆料 我跟你又不熟 谈不上知情 你 你心这么黑 难怪陆臣不喜欢你 我已经 二十四小时没联系陆臣了 他喜欢上你了 看来你不行了 你拍照技术很差 你应该给陆臣下安眠药了 他知道吗 手段还差点 你应该给他下那种 这会儿 陆臣就来找我离婚了 你怎么不接我电话 为什么 我不知道的 我不知道的 姐姐 没说不信你 但你这一点防狼意识都没有 别的女人都爬上了你的床 还拍了照 我就不能生气吗 对不起 姐姐 我错了 立大小姐 剑小姐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刚刚我几个混混 将她露走 混混 这么担心 就追过去看看呗 这毕竟是你的小青梅 姐姐 我没有担心她 不过 我还是去看一眼吧 我说她是自编自导自演 你信吗 那我就不去 师父 开车吧 以后出去参加活动 就穿这套了 这套会不会太简单了 我不喜欢你 穿成大人的模样 我不管别人怎么想 我喜欢最重要 丽氏 不是出状况了吗 你怎么处理啊 正在处理了 晚上陪我去参加宴会 给我好好张张面子 所以你才给我 来换这身形头 你不想 不是我想不想 是怕 他们会说你 乖 姐姐抱抱 接吧 不接 小辰 快去救救简儿 定我的话就不要去 对不起 姐姐 师父常说 救人一命 深造七级浮沮 我得去 什么救人一命 这不过是 三十六计的 其中一计 你不信我 那你以后都不要信我 恶弥陀佛 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小和尚 谁要你管啊 管你的小亲妹去 笨蛋 他闹自杀 出家人 辞为为怀 何况 师父也有嫁到 我不能不管 更何况 他要真的出了什么事了 我们也会良心过意不去的 姐姐姐的脸真软 一定很好亲吧 不行不行 不行不行 姐姐 小和尚 姐姐想要 阿弥陀佛 别 让我来 我发灯 领证阿弹 阿弥陀佛 姐姐 抱抱 怎么不多睡一会儿 不了 姐姐这么晚还要出去 我还没吃饱呢 出家人 不是吃斋的吗 阿弥陀佛 我从来都不算真任意上的出家 陈元 真的很难聊 这什么呀 姐姐 什么意思 陈元已了 你可以出家了 我们都 都滚过床单了 我们领证了的 这份离婚协议书 是你自己签好了给我的 你自己做的决定 就要自己承担后果 你和我结婚 就刚刚 就只为 要个孩子 李芝 你在戏怒我 姐姐 姐姐 哪有那么容易 脆 陈元已了 你可以出家了 进 李 李总 陆氏集团的陆总 陆进 刚刚去世了 消息属实吗 医院那边暂时封锁了消息 不过 估计下午老爷子 就会召开新闻发布会了 你留意一下 秦氏那边有什么动作 是 这任您之前吩咐 设计秦上言灰产 跟税务问题的调查结果 李总 秦氏跟我们公司 虽说是竞争对手 但实际上 还是有不少业务的往来 另外 除了我们公司 整个商界 跟秦氏的关系 都很密切 我知道 你想说什么 要是现在摊牌搞垮塌 不仅我们公司 会面临亏损 整个商界 跟秦氏有关系的人 都不会放过我们的 你是觉得 我为了陆陈一个人 拉上整个公司 跟商界为敌 不足得是吗 不敢 我自己会有判断 是 爷爷 你的深茶 小辰啊 来 坐 爷爷有何事 我让你跟李志离婚的事情 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小辰啊 你哥走得急 你要么回来继承我们陆氏 要么跟阿姐结婚 赶快生个孩子 趁我现在还活着 我还能帮你养育辅佐 啊 好不好 李父子今早 把股份都转让给了秦圣言 蠢货 一家子都是蠢货 李总 目前除了三路在市场上 10%的股份之外 你手头上的股份 比秦尚淫多了4% 我知道 如果他继续扫货大量收购 秦尚淫手上的股份 很快就会超过我 到时候 他就会成为 历史最大的股份 看了 秦尚淫这次是想赶紧杀绝 绝对不能让他跟其他三个股东勾搭上 立刻安排我跟其他股东见面 昨天晚上 秦尚淫已经接触过河董了 不过他们谈判失败了 剩下几个呢 据可告消息 秦尔与上官家会过面 估计是要针对陆时 难道我这次真的要被秦尚淫这大泪打着 嗯 李总 你和陆少爷联系过吗 他不是回寺庙当和尚了吗 他 算了 不说他 男人一向我搞事也 李总 都准备好了 那就出发吧 李总 陆氏那边也会派人过去 据说是新任总裁 新任总裁 难道是陆少爷 李总 你说这个新任总裁 会不会是陆成陆少爷 他 他要是舍得放下内心红于佛亲 陆家就不会像现在这样 不会是他 也不知道 什么 我说最近此点 这新任总裁 到底是个什么背景 看来这陆老头 彻底要放弃陆成了 还查不到 神秘得很 这消息也是陆老先生 故意提前放出来的 据说明天才会召开记者会 公布这位新任总裁的身份 不管他了 只是很难想象 陆老头这么精明的人 最后居然还是 我输给了小和尚 我们走吧 你好 小九吗 封先生 您好 我是陆氏总裁 我叫丽芝 丽小姐 你好 你的名字很早就有听说过 没想到今日一见 果然有大家的风帆 封先生过奖了 丽芝有个项目 想跟您谈一谈 不知道丽芝有没有时间 丽大小姐奶奶的脸呢 一个爆发户的小门小户 也想跟丽芝谈合作 爆发户又怎么样 生意场上更多的是 讲究自身的能力 我的能力 可比在座的许多成功人 是更人性 尤其是比起你 更是绰绰有 还有我今天是 找丽芝谈话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是什么身份 还敢在这 封信人面前叫嚣 你 起来 立嘴 还有什么本事 还不是靠着卖东子的想 封先生 这娘们刚接手 历史不到一年 历史都快要倒闭了 历史都快要倒闭了 可不要听他吹牛 这位咪咪眼先生 麻烦张大雨的狗眼 放开 历史还没倒闭 还有 你刚才的话 已经涉嫌造谣 我可以告诉你 上一个被我状告造谣的脸 是我的堂子 现在还在大牢里蹲着 二位啊 今日是我 封家的宴席 可否 给我个面子 抱歉 封先生 受多嘴了 莫要怪强 封先生 你的面子 我一定要给的 只是我刚才说的事情 李小姐 我有一个 很好的习惯 就是不喜欢 在非办公室间 谈工作 抱歉啊 我要去召唤一个 今晚的神秘嘉宾 是赔了 许久不见了 许久不见了 李大小姐 秦总 这个腿是瘸了吗 难道真的是 坏事做多了 真的遭报应了 李大小姐说笑的 我的腿瘸了 对我影响不了什么 但是我的敌人 付出的代价 会比这个残千百万 对付 秦总 这个腿瘸了之后 好像跟你的气质 更符合了 有一种 斯文败类的感情 所以你的腿 早就该被打瘸了 才对 李大小姐说话 还是这么 真想尝尝你这个红唇 是不是也是辣的 那必然是啊 上官先生 前几日见你夫人 在微博上 晒晒猫胎的照片 看起来很威心 我还记着 立总的安情 可惜 无法相报 孩子健康 夫人平安就好 只不过 半君如半虎 上官先生 还是要自求多付 立总还是 多关心关心自己吧 再过一天 我就会成为 立时最大的 立时 马上就要改姓秦了 对了 你那个废柴老公呢 不会是听说 立时快倒闭了 就把你抛弃了吧 天才刚还没多久 秦总 你这就做上梦了 是不是做梦 明日便知晓 不过你投降 不散我眼前 我可以考虑 收下留情 好笑了秦总 你这人有钱 还是留给白人 立时 做错了事 是要付出代价的 秦总 就连风家都不帮你 看你会有什么路子 秦总 你还不知道吧 我那个便宜老公 可是陆氏小少爷 陆氏的项鸢总裁 陆家的小少爷 失踪多少年了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别说就算 他是个废柴和尚 就算他是陆氏的人 瞧他那个样子 能担得起陆氏总裁 今天就算是有奇迹 也救不了你和历史 秦总 秦总这是在做什么呢 众目睽睽之下 竟遭扰有夫之夫 放手 跟我老婆道歉 抱歉 我的意思是 我没怎么学过道歉 放了他 秦总已经分了一条腿了 已经够快 别再废了他的手 阿弥陀佛 我佛慈悲 陆臣哥哥 你怎么一眨眼就不见了 简儿找了你好一会儿呢 这臭和尚也闹三妻四妾啊 真是长剑是吧 阿弥陀佛 施主请自重 我还是喜欢真诚的女孩子 你 你们这都过来 我尚未正式出家 我是荔枝的老公 合法的 瞧你那副穷三相 那荔枝 你可真有眼光啊 哈哈哈哈 你怎么穿这身衣服 这是你给我挑的 就是最好的 一个臭和尚罢了 明天 好 不用等明天了 各位 我现在已经是历史最大的肚东 荔枝 我先造历史集团百分之四十四的股份 刚发明 我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 罢免荔枝 总裁身份 我就说吧 那娘们儿成不了 算了吧 交给我 大家好 我是荔枝的老公 我想 秦总 应该是磕了药 脑子不清晰 才会意想自己 是历史集团的最大 多人 没错 秦总 的确是拥有历史集团百分之四十四的股份 而我老婆 只有百分之四十三 的确是少了一点 但我手上 有百分之七的股份 而且在来参加用会之前 我就把我全部的股份转到我老婆的名字 所以 我老婆 依旧是历史集团 最大的股东 你个臭和尚哪来这么多钱 你可别小瞧他呀 他很有钱 因为他就是陆氏的小少女 阿弥陀佛 怎么可能 陆氏小少也不是失踪很多年了吗 就是 怎么可能是这个和尚 这个和尚 一看就知道不是福文家 你一定是李家那位找着冒充的 原来是冒牌货 怪不得 原来是冒牌货 我听闻 封家和陆家交易匪浅 今天有人胆敢在封家的宴会上 冒充陆氏小少爷 我建议啊 由封先生来处理 一定要让这个冒充的人 付出乱将 封先生来了 陆老先生也来了呢 封先生 陆老先生 有个臭和尚在冒充陆氏小少爷呢 没错 就台上那个臭和尚 长得一表人才 蛮够阿弥陀佛 其实是个花和尚 还搞诈骗 陆正业 你怎么不等我带你进来 封先生 他 不好意思啊 今晚是我带忙 来 我介绍一下 站在我身旁这位呢 就是陆家小少爷 也是陆氏集团 下一任总裁 小和尚 怎么也回去了呢 没错 你们说的臭和尚啊 是我的小孙子 至于律氏的律总 的确是我这个 不成妻孙子的新婚妻子 还有 冯家和陆家 刚刚就两家集团 合作一事 达成共识 具体的合作项目呢 我们将于明日 召开记者会说明 今晚呢 就请大家 吃好 喝好 玩好 欢迎大家的出席 秦总请留步 我们的事 还没完呢 我和陆少爷之间 应该没有什么事 要处理吧 那可多了 去了 首先第一件事 你得跟我老婆道歉 方才你对他进行言语 以及肢体上的骚扰 他是个什么货色 道歉 我要报警 宝贝 在场的各位来宾 有谁看到 是谁把我们 不可一世的秦总 打成这样的吗 怎么会有警察呢 看着假使来这不善啊 还不会秦总 真报警了吧 在那里 秦少爷先生 据实名举报 你旗下涉嫌多宗 不法交易 偷税漏税等案子 请你配合我调查 给我走一趟 是我举报的 你 再走 知道我是谁吗 知道我爸是谁吗 我爸是千刚 我爸是千刚 拜拜 老婆 你怎么跑这里呢 你刚刚叫我什么 老婆呀 可是我们明明已经离婚 还签了协议 没有啊 什么协议 我从来没见过 你少赖呀 没有啊 发生什么事了 出家人 可是不打妄语的 阿弥陀佛 我是花和尚 爱胡说八道 会打人 会骂人 爱吃肉 爱吃老婆 老婆 这里好无聊呀 不如 我们回家吧 我有个上意的项目 想跟你 深入探索 小和尚 你这猴急的样子 看起来好不值钱 没办法了 我答应了一领 要尽快给他抱上曾孙 所以今晚开始 就要努力了呀 那 还不快走 这车怎么了 这车该不会是坏了吧 不会吧 早不会晚不坏 这时候坏 老婆 这车 经不经得起早啊 我也想知道 要不 谢谢 你弄到我头发了 对不起对不起 太熟练了 你别动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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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